他還是維持一個比較保守 不積極主動 但是也沒把話說死的情況 那這種狀況 我說就算他把話講死了 接下來幾天有沒有可能 不知道 四月十號去美國之前 有沒有可能會突然變成說法 就是我韓國瑜不考慮二零二零 而且我也不會選二零二零 就算他這樣講 觀眾朋友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 馬英九 我那時候在跑市政府 我是九九年開始跑 九八年的時候馬英九講了兩百一十三次 他不選台北市長 秀琳姐就清楚 那時候秀琳姐在跑 兩百多次 我不知道是二一三 二一三 就是兩百一十三次說我不選 那問題是馬英九有沒有騙人 沒有 因為他講說 當時確實是覺得他不想 可是時事所逼 政治 其實不是一個人 政治是眾人之士 當整個黨需要你 當整個民眾需要你 或是國家民族需要你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 朱立倫在四年前 他也沒騙你 因為一來那個局不好選 二來他新北市市民有約 做好做滿 他也說他不選總統 所以說不選 最後都還可能被情勢所逼 何況現在的狀況是韓國瑜 根本沒有說死 他他只是想說不考量 也就是說目前不在考量室內 所以這局勢還會往後演變 那至於為什麼會在禮拜六發 這個深夜文 其實我覺得跟我們上禮拜五 深河龍有特別提到 那個特邀卡 就是王院長怒了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因為我知道最近其實有非常多的人 從臺北跑去高雄 跟韓國瑜見面來自於國民黨內的各方勢力 都在探尋有的勸進 有的勸退 各種都有 他也覺得壓力很大 各種都有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韓國瑜底牌沒有先 我這樣跟觀眾朋友講好了 跑去高雄跟韓國瑜勸退的人 回來都講說沒問題了 我看應該沒意思了 跑去高雄跟韓國瑜勸進的人 都講說 你看他還沒有決定不要 有機會 有機會 各自得到自己的答案以後 滿意的回到臺北 但是狀況依舊未明 我相信這個情況 在他從美國回來之前 在民進黨的蔡賴 這個最後是誰選之前 在柯文哲是不是確定要選不選之前 應該都不會有太明確的答案 不真是真 真是不真 此刻不把話講死 好好做市政 其實是最好的選擇